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嘛 今天我們一樣要繼續來聊新冠肺炎的疫情 有三個主要問題要跟大家來探討 一 武漢新規定形同戒嚴 有多少人感染病毒 二 中國醫護人員為何感染嚴重 三 日本疫情為何快速告急 不過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幾個消息 首先是有一位年輕的中國網友留言給我們 內容相當令人敬佩 他說 我今年才學會翻牆 我已經20歲了 19年裡 我經受社會教育與新聞媒體的強行灌輸 讓我一度以為中國人民真的很幸福 外國很亂 很邪惡 如今我才發現 原來真正邪惡的那些人就在我身邊 蒙蔽我的雙眼長達19年 我所在的這片土地也不是一片淨土 在這土地之下埋葬了太多太多無奈 而又冤屈的靈魂 那我想這位年輕朋友的留言 應該讓很多人心有共鳴 不過 我們要補充一點 真正邪惡的不是中國人民 而是中國共產黨這個極權組織 是中共通過無神論、文革、高壓統治 以及灌輸中共那套怪異的黨話系統 把傳統的善良的中國百姓的思想給攪亂了 所以 我們在節目裡經常說 中國不等於中共 中國人民也不等於中共官員 這兩者一定要區分開來 昨天 我們在節目裡提到方艙醫院 以及黨媒的擺拍宣傳 央視還找人受訪說 在方艙醫院裡住的不想走了 結果 隨即有網友起底發現 這名叫張芬的受訪者 正是2月4日 《阿麗一則新聞》裡的女護士陳穎 雖然戴著口罩 但是從單眼皮以及耳朵的形狀來觀察 幾乎是一模一樣 看來 央視又葬送了一名 女演員的演藝生涯了 我們知道中共為了掩蓋疫情真相 最近加大力度監控網絡、管制言論 許多中國網友也留言告訴我們 不過 現在有不少網友開始運用摩斯電碼來溝通 藉此審避網絡警察 我們不得不佩服網友們的智慧與創意 能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求生存 在夾縫中爭取言論自由 不過 我們也要想一想 是什麼樣的國家政府才迫使人民不得不去學會 戰爭時期才會使用的按碼技術來交流疫情資訊 那這個政府究竟是人民的公僕還是人民的公敵呢? 最近武昌殯儀館發出了一項招募通知 要找20個人來抬屍體 從凌晨0點工作到凌晨4點 工資是4個小時4000元人民幣 相當優渥 也因此引發了討論 不過 我們不得不思考 20個人連續搬4個小時 那到底有多少遺體要搬呢? 而且 工作條件中的一項要求是 不怕鬼 大膽 那大家知道 中共一向是宣傳無神論的 而殯儀館的偵材通告居然公開說要不怕鬼 這一點是相當不尋常的 那這是代表 這次疫情真的造成許多冤魂 所以讓殯儀館人員頻頻撞鬼嗎? 還是說 有些被送進火化場的遺體 其實還沒有死 他們可能只是病重昏迷了 一旦被抬起來 還可能會驚醒 或者是被丟到爐裡之後 可能會被高溫燙醒而驚呼求救呢? 那這一點實在太詭異了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知道內情的人 出來爆料說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今天的三個重點問題 問題一 武漢新規定形同戒嚴 有多少人感染病毒? 2月14日 武漢當局發出一項緊急通知 要求全體居民群眾從現在起 非必要不外出 還說武漢疫情非常嚴峻 要從15日開始執行六個疑慮 包括外來車輛一律不准進市 外來人員一律不准進市 各戶人員一律不准出戶 道路和村莊內戶外不准有人等等 說白了 這其實相當於武漢實施的實質戒嚴 把城市街道全部進空 所有人員關在家中 多數公司和商店也都停止營業 我們昨天才跟大家提到過 湖北省委書記及武漢市委書記正式換人了 湖北的疫情確診人數也在一天之內 暴增超過1.4萬人 現在武漢又實施了實質戒嚴 除了一方面要減少民眾外出互動 減少傳染風險之外 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為了減少 被民眾目擊一些不適合 或不想被人民看見的政府行動 以避免疫情讓更多人看見真相 那麼 我們不禁要問 武漢當局記出這麼嚴厲的措施 那當地疫情究竟有多嚴重呢? 根據一篇在10日發表的研究論文推估 武漢城內的感染人數應該有5.4萬人 而曾經在SARS期間 擔任臺灣疾病管制局局長的蘇毅仁 他表示他以郵輪鑽石公主號的經驗來推算 鑽石公主號目前船上乘客的感染率是5% 如果以武漢有1000萬人口來說的話 保守估計武漢的感染人數至少有50萬人 而蘇毅仁認為目前武漢的醫療體系已經崩潰 無法承擔這麼多病患 特別是雷神山與火神山醫院 不可能照顧重病患者 他說 因為那個地方的設備 醫療人員都不夠 所以你把眾多病人送去那邊 等於是讓病人等死 這個地方是個大問題 巧的是 有一名追蹤疫情的武漢民眾 也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他推算當地感染肺炎的人數應該超過50萬 如果武漢的疫情實況這麼嚴重 從而讓武漢下令進入實質戒嚴 那麼還有一個重點城市也值得我們關注 就是北京 北京在2月10日與上海同步宣布實施封閉式管理 不過14日北京又出台新命令 要求所有反京人員到京後 均因居家或集中觀察14天 否則將依法追究責任 北京推出這項命令 可能是為了應對接下來的反攻復工潮 但是大批人員回到北京之後 卻半個月不能外出上班 那企業該怎麼復工呢? 大批人員關在居民樓裡 會不會出現類似廣州或香港的群聚性感染呢? 北京疫情的實況究竟有多嚴重呢? 這都是我們接下來需要關注的重點 問題2 中國醫護人員為何感染嚴重? 中共衛健委在14日公布 全中國已經有1716名醫護人員感染的病毒 其中有6人死亡 雖然這個數據看起來有點驚人 但是我們還是得對這個數據保持質疑 因為日前至少有兩個消息來源 在網路上發布了一項機密報告 報告裡的數據是講述湖北省境內 醫院醫務人員發病的情況 醫務人員確診人數超過15人的醫院至少有13家 我們稍微計算了一下 光是這13家醫院的確診人數就有501人 如果再加上疑似病例人數就高達11001人 而且從報告上可以清楚看到 這些數據的統計時間是從12月27日到1月20日之間不等 換句話說光是湖北這13家醫院在1月20日以前 就已經有超過500名醫務人員確診 600人疑似感染 如今時間已經經過了將近一個月 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竟然只有1716人確診嗎? 而且湖北近日大量出清庫存 那其中都沒有醫務人員嗎? 因此這項數據讓人不得不有所質疑 再來我們要再問的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醫務人員殉職離世呢? 主要應該有四個原因 首先第一線醫療與防護物資不足 造成許多醫護人員沒有足夠的裝備和彈藥 就衝上前線去對抗病毒 那就等於像沒有穿著防彈衣 就衝去跟敵人進行槍戰 自然會損傷慘重 再加上紅十字會和部分官員扣留挪用物資 或者囤積著物資留給上級檢查 從而讓前線人員更加困頓 其次 醫護人員不足 面對突如其來規模龐大的傳染病疫情 大量的病患和疑似病患 讓各地的醫療體系難以負荷 特別是武漢和湖北 這也讓醫護人員不得不幾乎全天後的奔波工作 無法休息 身心疲累也就會降低了身體的免疫力 再者 疫情真實規模實在太過龐大 遠遠超過官方宣布和承認的數據 也因此讓醫療體系無力招降 最後 也是最重要的是 中共高層和醫院高層的集體隱瞞疫情 提供了錯誤情報 讓眾多的醫護人員在對病毒了解不足 防護設備也不足的情況下 就衝上前線去作戰 導致眾多人員不慎感染病毒 因此 對於眾多醫護人員的犧牲 中共當局絕對責務旁貸 問題三 日本疫情為何快速告急? 目前中國是全球肺炎確診案例最多的地區 其次是新加坡、香港和泰國 然而 日本近日來卻疫情急速上升 2月14日 日本一天新增了8名確診案例 累計確診人數達到41人 已經超越了泰國 成為中國境外確診病例第三多的地區 再加上在橫濱港停泊的 郵輪鑽石公主號上 還有218名確診病患 日本也因此成為現在全球最擔心的疫情熱區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日本向來非常重視清潔衛生 街道也非常乾淨 而且醫療科技也高度發達 為什麼現在會被肺炎疫情入侵這麼嚴重? 我認為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 力拼觀光經濟 觀光旅遊業一直是日本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 2018年 旅遊業對日本經濟產值的貢獻比率 達到了7.4% 而且 日本的旅遊經濟中 高達82%是來自外國遊客的貢獻 只有18%是來自本地遊客 其中 中國遊客是日本最主要的外國遊客來源 一年有838萬中國人訪問日本 佔比達到26.9% 中國遊客的消費金額 更是佔外國遊客的34% 所以 對日本來說 中國是觀光經濟的支撐主力 不能輕言放棄 也因此 日本政府放緩 放鬆對中國的邊境管控和防疫工作 從而導致疫情流入境內 第二 舉辦東京奧運 2020奧運會即將在7月24日在東京登場 是日本魁北56年後再次主辦奧運 日本當局也高度重視 還投入126億美元承辦這次賽事 不但想藉此宣傳日本 更想藉由奧運吸引更多國際遊客 前往日本旅遊消費 所以 日本政府可能盡量不想增加出入境的限制 避免影響外國遊客人數 但也因此在防疫工作上變得相對被動了 第三 聽從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我們知道中共的海外衛健委主任 是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他曾說不建議各國從武漢撤僑 對中共政府防疫能力有信心 也沒有理由對中國採取旅行管制措施 日本政府或許可能因此 聽從世衛的建議放鬆對中國的防疫行動 從而讓病毒趁虛而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鑽石公主號的檢疫官 他在登船幫乘客檢疫後 自己竟然也感染了病毒 而檢疫官當時是依照世衛提供的防疫指南 全程佩戴了口罩和手套 但他沒有穿防護服 結果卻因此染病了 第四 未經歷SARS衝擊 我們知道2003年SARS肆虐全亞洲 包括中國、香港和台灣疫情相當嚴重 但日本卻創下了零病例、零死亡的紀錄 成為日本的驕傲 但是與台灣對比 台灣過去曾經飽受SARS之痛 造成73人上命 後來全面提升了醫院的防疫設備 和傳染病防疫的指揮程序 在這次新冠肺炎來襲時 應對快速且嚴格 盡量做到防疫決戰於境外 從而到目前為止 台灣的疫情相對受控 日本或許因為在SARS期間全身而退 而且過去日本的傳染病問題並不多 所以在防疫設備和經驗上可能相對薄弱一些 比方說負壓隔離病房的數量不足 還有如何防止病毒在醫院內擴散等等 所以導致這次疫情快速蔓延了 好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希望日本的朋友一切平安 那我們今天就先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訂閱、留言、按讚 跟點親朋好友分享 在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請記得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當你們有新的節目出來 你才會收到通知 最後再請世界各地的朋友 務必多加留意疫情資訊 注意 注意身體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